财大气粗的美军又要淘汰装备了 当其他国家还在苦苦追赶美国无人机技术时 美国空军就已经开始计划 要淘汰全部的RQ-4全球英无人机 为何这款仅诞生20余年 目前还是全球顶尖的无人机要提前退役 而全球英的继任者将会有哪些独门绝技 早在2021年5月7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 就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论会上 公开了全球英无人机的削减细节 美国空军计划在2022到2023年间 退役全部21架RQ-4全球英Block 30 和三架Block 20改装的EQ-4B中级通信机 只保留11架更先进的Block 40型 来与URS高空侦察机搭配 执行高空战略侦察任务 这并不是美国军方第一次尝试退役部分 甚至全部全球英 早在2012年初 美国国防部就提出要取消全球英项目 为空军受审 但该计划一直遭到国会的反对 经过多方博弈 最终在2021的国防预算法案中规定 如果空军能够保证退役全球英 不会影响战略侦察能力 空军就可以启动该机型的退役程序 而全球英这款无人机 并非是个老旧的玩意儿 尤其是Block 30型 其2011年8月才实现初始作战能力 2018年还发展出了最新改进型 装备了E8C侦察机上的MS-177多光谱远程相机 无论是综合作战能力 还是实际运作经验 全球英都是世界顶级无人机水平 但为何美军还是要急不可耐地将其退役呢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不隐身 RQ-4全球英1998年首飞 开创了高空长续航战略侦察无人机的时代 飞行高度达1.8万米 航程2.2万公里 续航时间更是超过了32小时 为了实现这样超强的性能指标 其机体采用了类似滑翔机的常规高升组笔气动布局 没有任何隐身措施和机载自卫武器 依托的就是美国空军强大的体系 保护执行战略任务 在21世纪早期美军一家独大的年代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随着各国防空作战能力日益提高 全球英无人机 RC-135战略侦察机 这些几乎所有过去美国空军认为 无可替代的空中侦察平台 今后都难以在实力相近的对手的防空区内生存下来 比如2019年6月20日 全球英就曾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 美国的高空侦察平台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多 那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方法自然就是提前退役 与其为了省钱凑合用 最后导致美军的空中神话一架架被击落 倒不如在巅峰时期急溜涌退 还能落个不败的传奇故事 那么随着全球英无人机逐步退役 谁会继承其一搏呢 答案就是和B-21隐身轰炸机 同属一个家族的美军下一代隐身无人侦察机 RQ-180 美国对其保密级别非常高 堪比B-21轰炸机 RQ-180首次被披露 至今已经十年了 一直没有任何正式版公开资料 只有很少的非正式照片 2020年11月 有航空爱好者 曾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附近的 莫哈韦沙漠上空 首次拍到RQ-180的影像 因为没有参照物 无法准确判断RQ-180的实际尺寸 但军事分析家普遍认为 其尺寸至少也会和全球影响当 一展超过40米 因此也具有30小时以上的续航时间 以及超过2.2万公里的飞行航程 RQ-180无人机起源于美国海军和空军 在本世纪初展开的联合无人空战系统项目 然而该项目在2005年被取消 因为海军需要的是尺寸有限的舰载无人机 而空军希望得到一个更大的远程全球打击平台 而且当时的技术水平也无法实现复杂的无人机自主作战能力 同年年底这UCAS被分割为两个独立的项目 海军版演变为X47B 空军版就是RQ-180 RQ-180的出现对美国空军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取代全球影响的同时 还间接导致了造价高昂的NJB下一代轰炸机项目被取消 转而发展远程打击轰炸机项目 而这也就是如今的B21 B21与原项目规划相比造价更低 而且可以与无人机联合作战 从二者的外观就可以看出 RQ-180和B21关系密切 二者同属于LRSB家族 其中除了B21轰炸机外 还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远程防区外武器系统 空射高超音速及时全球打击武器系统 以及多种电子战与侦察平台 而RQ-180就是承担了最后的这个角色 是美军下一代作战平台的核心 核心作战位置位于非常高的高度 并能潜入敌方领空深处 双方的战机和无人机位于其下方空域进行战斗 RQ-180的作战飞行高度必然大于全球鹰 接近2万米的高度 这样的高度使得敌方对RQ-180的通信干扰 或截获变得极其困难 并且RQ-180还可以使用一种更安全更高速的传输方式 那就是激光卫星通信 这也正是马斯克的星链系统采用的技术 低轨星座系统因为卫星数量庞大 即使被部分摧毁 仍然能够维持网络通信能力 抗打击能力远超过昂贵的大型通信卫星 美国空军已经开始利用星链系统 开发未来作战网络通信潜力 RQ-180能够收集F-35和F-22战机 以及B-2和B-21轰炸机的通信数据链 将数据融合在一起 再重新分配回空域下方的乙方战斗群 为每架战机提供战场的上帝视角 其中包括每个敌友双方的位置 状态和相关传感器数据 RQ-180高效的数据融合和收发 大大优化了战机集群的写作模式 通过高带宽卫星连接 将其收到的所有数据发送到世界各地 我们来举例说明 比如火力军在之前的视频里 就提到过F-35战机侦察功能的强大 每一架都可以作为一个雷达节点 提供战场信息 而这离不开其配备MADL多功能先进数据链 而这也是B-21以及美国空军未来战机的主力设备 可以在试剧内自适应组网 但单独使用会遇到不可避免的问题 那就是未来的战场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扩展 从太空到水下的各种传感器产生海量数据 分布式作战平台可能相隔千里 无论是空间尺度还是数据交换量 都远超过MADL的能力范围 例如一架F-35发现了一个高价值目标 但是对方的防空力量过于强大 即便是凭借F-35的隐身性能和携带的武器 也无法确保成功打击 但数百公里外 一艘驱逐舰上的高超音速武器 则可以轻易摧毁该目标 为了实现协同作战 F-35传感器获得的实时目标数据 必须高效 安全地传递给驱逐舰 以及飞向目标的高超音速武器上 而现有的全球鹰或E7等非隐身飞机 在战时会成为对手的优先打击目标 完全无法深入敌方空域执行这类任务 而RQ-180则可以长时间盘旋在战区上空 在完成战场侦察的同时提供数据中继服务 成为战场顶端的上帝之言 获取每一架战机的方位 状态 传感器数据 形成一幅完整的战场态势图 再分发给所有有军平台 战场指挥官可以在千里之外 观测乙方机群的实时场景 针对战场变化做出高效的应对决断 除了强大的通讯中继能力外 RQ-180的本质侦察能力同样出色 根据已知讯息 RQ-180配备有原箱控阵雷达和无原电子侦察系统 并且拥有电子战能力 集成了全球鹰E8C RC-135所装备的地面移动目标探测器 合成孔径雷达和电子情报侦察系统 估计火力军讲这么多专业名词不够直观 我们来举例说明其能够达到的效果 例如一架RQ-180在战场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此时机载侦察系统探测到异常地面射频信号 随即引导机载地面移动目标探测器 发现一组移动目标 通过合成孔径雷达产生的高精度雷达图像 判断目标为地面移动防空导弹 随即RQ-180将生成的目标坐标 实时传递给作战指挥中心 在该防空系统展开投入使用之前就将其摧毁 这样一来 一架RQ-180无人机就能够实现过去多种大型侦察机 相配合才能完成的任务 未来会应用在F-35上面的智能雷达蒙皮技术 同样会装备在RQ-180机身上 这样使其获得巨大相控阵雷达天线 从而可以对敌方的军事目标进行远距离识别和锁定 届时RQ-180既能像U-2侦察机那样 在隐身状态下执行跨国军事侦察任务 又可像全球鹰那样进行远程扫描等特殊任务 而在未来 RQ-180凭借前面提到的通讯中继能力 一旦大型无人机机队技术成熟后 其就能作为指挥控制无人机机队的作战中枢 无人机机队统一由RQ-180指挥 这样就减少了在其他无人机上安装昂贵复杂通信终端的需要 可以专门生产成本更低 性能更好 且打击能力更强的无人战机 总而言之 RQ-180无疑是美国空军接下来几十年中最为重要的核心装备 一旦在未来正式服役 必然将是战争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对这款隐身侦察机有何见解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